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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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一个十字星 这里想继续下探 但它下探的时候 它有的可能会这样子 对吧 因为它知道30这一边有不错的支撑 它有一天可能做一条下影线 然后其余的时候 股价就在这一边震荡 把这个W的底部做出来之后呢 就跟着一起上去了 是有这一种可能性的 而这一笔呢 就叫做破底翻呢 对吧 你觉得这一边强劲的支撑不会跌破 但是就跌破 然后呢 就开始往回头拉 是有这一种可能性的 第二笔这一波的支撑比较的好 因为这里通常技术面 RSI MACD 更加有可能性会出现背离 所以在背离呢 然后再做这一个反弹的话呢 通常是比较强劲一点的 但是呢 是要突破这一个缺口下方的上延 这一边是在32左右 所以你去做靠的话呢 它不一定靠得上去 因为RSI和各方面来说的话呢 现在都是比较低的这个水准 所以这是我对Intel的一个看法 好 先讲一下为什么 今天大盘跌了吧 今天进入了这一个回调 最主要的是芯片半导体呢 我们看到早盘英伟达是有机会呢 是能去买这个回彩的 但是普遍来说的话 芯片全部都回撤了 因为在这里有中美贸易战 再一次燃起美国新一轮的这个制裁 是让这个贸易战这一边是这个加温 另外一边呢 就是欧洲的地缘政治 特别是乌俄的这个地缘政治这一边呢 打仗前线的这个消息呢 也是开始激烈起来 所以早盘我们看到VIX恐慌指数呢 也不止早盘了 今天一天基本上是不断的是上升 尾盘也上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提前看到了 或者知道了 这一个Salesforce的这个财报 预期到就是应该会有这一个大跌 那么盘后因为Salesforce大跌呢 我们看到大盘 不少的这个大盘股呢 都是纷纷的被拉下来啊 包括这一个英伟达 就看这个英伟达能不能再次的往上去走 这里VIX恐慌指数的走势非常的美啊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基本上呢 是直接站稳的均线之后呢 高开 如果是在看小的这个时间段 尾盘又是在同一个点位 假跌破之后呢 直接给拉上去的 今天一天VIX的涨幅呢 是非常的高的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去造成了大盘的压力 也就是最近国债拍卖的 还是不是这么的有利啊 所以这个会 国债如果需求不是很好的话呢 那就表示买美债的人少 那买美债的人少呢 就代表国债的这一个利率啊 会往上去走 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反的 inverse的这一种关系啊 之前讨论过 所以这个呢 也是高利率呢 也是会给大盘这一个压力的 这个完美的体现在Salesforce的 这个财报上面呢 Salesforce saw budget scrutiny and longer deal cycles than usual dring the quarter 在这里呢 就是啊 Salesforce呢 也看到自己的订单 这些合约来说的话呢 拖的这个周期时间比较长一点 我看到第一反应就是在想 对啊 现在利率环境非常的高 啊 给各个企业方面 在资金啊 特别是自由性监流 性金流方面呢 是有很大的一个压力的 除非你的名字是英伟达 啊 英伟达那一边 现金来说的话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我看到特斯拉 他就是把自由现金流呢 我们看到有更加多的 这一个投资是摆入进去的 就看一下最后 马斯克多重的这一些 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投资 啊 会不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回报啊 啊 股东大会也渐渐的是拉近了 所以啊 未来的两个星期呢 波同是非常的大啊 啊 说到这一个利率决定和会议来说的话呢 6月12号约定大家啊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再次的暂停 暂停的几率呢 是非常的高 啊 这个是下一次美联储主席鲍尔会去发言的时候 基本上99%呢 是不会动的 在这里第一次降息呢 应该还是摆在9月18号的会议这一边啊 有这一个神圣的一刻啊 大约是一半左右的机会呢 我们会见到第一次降息 如果9月没有的话呢 因为这两天国债拍卖的不好 利率又上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降息的几率呢 又开始减低了 啊 11月这一边应该是能见到第一次的 这里还是有接近 百分之 63左右的机会呢 我们是能见到第一次降息的 但是说到啊 降息这一边啊 啊 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邻居啊 加拿大 加拿大下一周呢 中央银行呢 大可能性呢啊 也是六成左右的机会呢 会见到第一次降息的 那么这两国的这一个贸易关系 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会不会影响啊 美联储这一边的这一个决定啊 当然你说加拿大去影响美国 应该通常是跑过来是美国去影响 这一个加拿大啊 但是这两国的这一个coupling 也就是两国的这一个中央银行的政策呢 应该是比较密切的 所以我相信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呢 也会不远的 毕竟我们都看到像零售业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 还有各个公司的这一个财报 第一季度还好 第二季度我们可以看到 确实疲弱下来了 特别是我们刚看到像salesforce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啊 去收账 这些账也不知道会不会能收到 因为现在的利率还有融资这个机会来说的话 都比较的难 这个也就是hire for longer 把利率维持在高位 更加长的时间 主要的一个对于市场的一个打压啊 那么大盘来说的话呢 被这一个打压之下 如果恐慌指数不转弯的话 下一个点位 我们大约看到哪里呢 说到标普白指数 如果我们去看日线级别的话呢 今天基本上是跌到了我紫色的均线 前面跌到过一次 然后就反弹了 这是第二次跌到了 这个就比较危险一点了 当你多次测试支撑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会想跑到第二条EMA均线去的 现在这个均线呢 在5240附近 所以我会注意这一个点位 但是在这个之前呢 如果我们去看小的时间段 最近均线走的还是挺不 sorry 最近质的支撑和压力位置呢 我们过去复盘留下来的 还是挺有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我没有更改啊 这个是上一次留下来的 我们在做复盘直播的时候留下来的 可以看到今天做了 基本上差不多四重顶部呢 尾盘才被打压下来的 找盘的话呢 是正正好好摸到了我的这一个支撑啊 然后做了这一个反弹 的啊给出了这一个低位啊 在那里附近呢 我看到英伟达1109附近呢 也是做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的 尾盘呢 是再次的打落下来 那么明天的走势 暂时salesforce爆雷 所以不是这么的有利 我们看到这里呢 按时来说的话呢 这个主力走向呢 是不断的减仓 而且是比较大幅度的 所以在这里如果更新 开始往上去走转弯的话呢 就比较好 明天是周四 周四的行情呢 有的时候呢 是会出现这一种反转的行情的 这里有一个细节 今天指数呢 是最后几分钟呢 才被打压下来的 不是代表这一天呢 全部都是比较低迷的 然后是一路再往下跌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更加多的呢 是在这一个 两个幅度中间的做隧道 做一个震荡 所以这里只是震荡到了隧道的下方去 那明天如果想引发一些恐慌的话呢 就看是收在5250的之上 还是之下了 做转折点 然后有没有这一种低开高走的 这个可能性啊 在这里呢 要比较小心一点 因为大盘呢 已经是连续的走出 这一个lower low 所以如果跌破了前面的 这一些支撑的话呢 就比较的危险一点 大家会说 哎老师怎么突然冒了一个5250出来呢 因为这是以前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缺口的 这一个结构 所以这一边呢 如果它是补齐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能见到反弹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均线呢 基本上都是压力的 所以往上打的时候呢 就要比较小心这一个 在这里英伟达和苹果呢 我相信是会进一步去互盘的 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以去注意一下 在这里英伟达的结构和走势呢 基本上全部都是上行趋势 非常的完美啊 而且在这里呢 它不是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上行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横盘结构是有的 所以这样子形成出来的走势呢 比较容易有支撑 因为不是短暂的这一种暴跌暴涨的行情 说到暴涨暴跌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FFIE在这一个财报之后呢 是单天的跌幅就来到62%啊 然后盘后呢没有停下来 继续的16% 这一方面呢 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是分享过的啊 期权那一边呢 有30多万啊 这一个Delta呢 全部都是向于半跌的 一块钱的那一张的这个期权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边果然不小啊 一块钱对于锚票来说是非常的大 因为NASDAQ FFIE呢 是在这个NASDAQ纳指上面去上市的 纳指的minimum listing bid requirement 也就是最起码的股价是一块钱 要保持在那边一定的这一个日子的 如果保持不掉的话呢 你就会收到通知要去退市 FFIE是收到过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边是挣扎 但是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是逼空行情走完之后呢 开始去做这一个暴跌环节的啊 好啊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下Salesforce的这一个走势 今天的这个主角啊 CRM来说的话呢 本来挺好的日线级别和各个形态来说的话呢 都是跟着均线作为支撑 这里他的财宝正好是摆在这个支撑点啊 为什么我说第二次下探支撑是有些危险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基本上是第一次撑住了 貌似走上了均线 结果呢被打压下来第二次了 那么就摇摇欲坠了 果然直接gap down 那么在这里他gap down的时候呢 对吧 他盘后如果往下跌的话呢 比较适合的一个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对应一个大的日线级别的缺口 而且是上一次财报呢 是直接涨上去9.39% 9.36% 这个对于Salesforce来说是非常多的 上方呢是在250左右 下方是在230去补齐缺口吧 那我们看一下盘后来说的话呢 他就有可能往这一个方向去走了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CRM盘后的这一个价格 现在是在哪一边 好 我看到价格呢 在228 我们刚刚说的是缺口下方是多少来着 230附近 那非常接近了 基本上就是补齐缺口 补齐缺口的话 有可能就是做反弹了 我看呢 齐全的流入 在Salesforce 3方面来说的话呢 在财报之前呢 是Bolish的 所以这里就有可能做触底反弹 像Pelo Alto Networks PNW那一种触底反弹的这一种的 这种走势 说到网络安全板块 特别是PNW呢 那么下一个大的财报呢 来自于Crowdstrike CRWD 这一份财报很多人会看 但PNW爆完雷之后 财报不是很理想来说的话呢 那么Crowdstrike过关的可能性 也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问号啊 在这里呢 是一个上攻形态的 但是点位来说的话呢 比较的高 如果这里冲不过去的话呢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双顶 然后做一个回调 但我觉得长线来说的话呢 我对网络安全是看好的 因为这是对AI概念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重要 只是现在的这一个周期啊 大家也知道大环境 率率太高 不是这么的好 所以开始在业绩财报里面呢 露出来的 更何况这些股票呢 也涨了不少 说到涨了不少的股票呢 最近大家有可能会听到 一只股票叫做Cava CAVA 这是一个Mediterranean Restaurant 地中海的这一 也就是欧洲风味的这一个餐馆啊 对吧 吃这一个皮特饼 然后这一只股票呢 其实走得比较的强势 其余的饮食方面 比较火的个股来说的话 像Chipotle CMG那些呢 长期的往上去走的 但这一只股票呢 现在的这个兴趣呢 是不少人在看的 为什么呢 半年涨了159% 所以它的EVALUATION估值呢 肯定是偏高一点的 我可以看到这只股票呢 今年基本上是一个字啊 就是单面涨幅呢 是挺不错的 财报也出来了 但是我可以看到了 结果又顶回去 往上去走了 本来是回踩这一个均线 均线支撑的 但是这一只相对来说的话呢 是比较的火啊 因为它那个上市的时间呢 也是比较的短 上市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一个回调的58 直接跌到了29左右 被腰斩了之后 所以有很多个股啊 直接刚攀登的时候 或者是IPO的时候 我都会说 你等它跌完之后 对吧 第一波走掉之后呢 你再跟着后面那一波上去的 像ARM呢 用这一招就挺不错的 这一招基本上 我是在Facebook的IPO之后呢 就发现基本上 如果你是隔一段时间 等它低位出来了 才进去的话 然后跟着它去做这个 RUN UP的话呢 是挺不错的一个走势的 对于这一个来说的话 我跟CLH一样的看法 如果你逢低买入 然后你进去的话 就要比较恪守这一个止损呢 因为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这一支个股呢 涨了是不少了 非常的多了 估值来说的话呢 肯定是有些偏离了 然后这个热潮来说的话呢 就要看什么时候会退却了 说到它的这一个 这个财报来说的话呢 它还是beat的 它的财报还是挺不错的 就看这个饼呢 有没有人是进一步的去吃了 CLH这一支是很多人在问 因为在这一边来说的话呢 CLH是大跌的 被看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形态来说的话呢 比较的典型的 双顶 这个M顶真的是有点明显啊 我会等到它的瓶颈线 因为正好是我均线这一边 70附近吧 如果你在做日线级别的 长线操作的话呢 等这一个转换会好一点 但这个M头有点明显啊 这两天呢 在麦当劳的上面呢 也有人在画这一个图 因为麦当劳啊 跌到了基本上 到了这个瓶颈线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麦当劳的这个招牌的 所以很多人在看 因为在没有多久 将来呢 242的这一个level呢 就是它的这一个双顶的瓶颈线呢 跌破的话呢 就很危险了 但是撑住的话呢 就是很大的一个满入点 所以很多人在等着抄底 不知道啊 各位看官觉得这一边呢 会不会有这个转弯呢 我觉得这个形态呢 是比较有意思的 好 回到特斯拉的上面 TSLA来说的话 它的这一个走势呢 最近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锁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 我先把这个切换到 比较小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能看到这个price action 基本上啊 如果你问我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个173到177 做这一个震荡走势 没有太大一个偏离 如果有机会往上冲的话呢 它基本上破不了180 非常直白的一个行情啊 这种是比较 如果你做call的话 你短线没有套利的话呢 很难做 因为你没有走掉的话呢 就很容易损失时间价值 你拿着震股的话呢 这里震荡呢 也没有什么利润的 所以基本上是selfput的行情啊 因为它固定在一种的范围里面 但是你会看到底部呢 不断的被推高 所以selfput是挺有利的 因为在这里呢 看跌齐全 遇到higher low呢 不是怎么的好 因为它没有砸出一个新低啊 所以我会注意这些点位 如果破了173的话 下一个支撑是170 但这两天暂时是没有往那边去走啊 越来越接近股东大会了 所以到最后来说的话呢 是会给出一个方向的 大家可以看到173这个点位 不用我多说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边呢 支撑住多少次了 所以if the bottom doesn't break 如果底部跌不下去的话呢 就有可能是进一步的啊 去看多这一个tsla啊 最后说一下这个path 哎 这个支支股真的不知道拿它怎么去做了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财报之前已经是一路下滑了 跌到就基本上反弹波都没有 它都没有怎么这样冲上去这一个均线啊 自从啊 这也是木头姐姐系列的这一个个股 对吧 八九是当当初刚出来的时候 辉煌的那个时代 非常多人看好 path以后的这个走势的 这里之后呢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样的一个恢复 结构来说的话呢 头肩顶 对吧 打压下去 均线啊 开始做这一个啊 多空博弈 之后呢 均线打压继续的跌破 头肩顶 均线跌破死差之后呢 回踩均线确认压力 进一步的打压 那么到财报公布的时候呢 应该就是继续往下跌了 我去看一下近期的低位在哪一边啊 啊 这一边的低位是14.53 如果没有撑住的话 哇 这里有个好大的一个V型反弹呢 那这里的支撑应该挺不错 12.6附近 我们去看一下path现在的走势 path现在在13.01 差不多了 所以应该对应的是这一个底啊 这个大的一个底部附近 但这里有一个不错的这个支撑的 在15的 所以这里开始反弹的话 要小心那里的压力 啊 对这只股票呢 本来是觉得这一波AI的大饼呢 跟着一起走一下 结果呢 我们看到还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动作啊 path和unity被我列为同一系列的这一种个股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想去抄底 但是就是比较不争气啊 但是unity和path去比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unity和path的走势基本上是一样的 均线打压长期的下行啊 就跌到毫无想去反弹的这一种的这种概念啊 之前呢unity是有多重底部啊 让我们去起码去防守一下的啊 但是我在会员里面说过 我觉得不是很好啊 他跌破的话呢 是要加到这一个新低去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在那个过程里面 等这个大的底部住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有没有更加多的这个抄底的这个机会 最近呢 我这一个月来说的话呢 会不断的去跟踪 罗素 罗素的这一个重新平衡的 6月28号是执行日 当天来说的话呢 是整年最大的交易日之一的 那么6月份也会迎来四五日的 所以当时这两天的这个交易呢 是比较的大 所以指数在这一边的晃荡呢 也会比较的多 当指数的这一个波动率上去的时候 恐慌指数也会伴随着上去 所以这一周 所以这一周 这一个月里面的 6月里面的这个行情来说的话呢 必定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啊 所以倒是还是那句话 到时候大家记得锁定住我的频道 记得分享 电影点赞 这一期更新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